各位好,我是貝克 基本上我們要做的跟上一組幾乎一樣 但是我直接講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這個簡報其實我用很多次 而且它是六個月前有來過 其實我發現我一年強要就來 然後聽多好聽還好慢 起因差不多啦,起因動念 我相信大家在這裡應該都有差不多的想法 所以我前面都跳過了 所以說其實我們想解決都市立法院的問題 但是解決的方式不太一樣 因為我這邊想到的是 其實老實說現在網路上有的資源就已經夠多了 像是公民監督、共督謀還有等等很多 其實現在不缺的是資訊 缺的是簡單的資訊 而且其實相信大家同時也都是user 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希望是一個簡單的東西可以幫助我們決定 所以我想做的其實是 我那來稍微講一下好了 我覺得之所以會造成目前這樣的狀況 我歸納的原因是 一個是選舉市場的失衡 就是你認真做的跟 就是你認真做的代表說你選票會多 那第一個就是 因為資訊很繁長嘛 所以說你很難 一般的選民在投票之前很難把它全部都 有考慮在裡面 第三個是 第三個我覺得其實才是我這個網站的重點 就是 因為事實上現在有太多案件 就以那個 我最喜歡舉的例子 雖然已經有點過期了 就是那個 比方說 之前 台東縣長 黃建田 我還是很喜歡舉他 就是他在美麗灣的立場 他是支持美麗灣嘛 那假設說你也是支持 你也是反對美麗灣你就很不想投他 但要是他剛好就是支持多元成家 這時候就很困擾了 到底要因為美麗灣反對他 還是要因為多元成家支持他 但是真實的情況下 那個議題啊跟各式各樣的問題 比那個 我們可以考慮的還多更多 所以說我希望能夠做的這個網站 是能夠很簡單的知道說 各個立委或者說所有的候選人 甚至說政治人物 我可以簡單的知道說 在各個議題的排列組合之後 哪一個才是最符合我需要的候選人 然後其實候選人也需要知道說 怎樣才能得到更多的選票 所以說我這邊做的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其實跟 大部分立法院小組做的差不多 就是我需要知道候選人的立場 那我這邊做的直接是一個結果 就是各個議題他們的偏好 然後支持程度如何 然後就是用各種的開放資源去取得 第二個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你要知道每一個使用者你自己的偏好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簡單的問卷 比較重要的是我希望將這兩者去做一個Mapping Mapping之後我可以知道說 我知道自己的立場 那我也知道那些候選人立場 那我其實可以計算出來 到底考慮過所有議題之後 哪一個候選人才是最符合我需要的候選人 那... 雖然我進度很慢還是有一點進度 大概就是上次結束之後的進度 那...我們這個網站 我們這個網站是用PHP跟MySeqo寫 MySeqo寫的 那...假如有...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找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我也是張寶 谢谢大家